现在呢这个万物起涨啊 大家在中秋采买的时候面有菜色 因为看看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价 跟上个礼拜相比 几乎呢都有在涨价 田椒涨最多35% 玉米涨了16% 那么金针菇涨了24%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中秋节要烤肉 也是一个荷包的考验 市场摊贩用力叫卖 但民众经过多半再看看 中秋烤肉选择多 蔬菜肉类海鲜售价却是涨涨涨 大概贵了一成左右 什么都涨 所以这个还好 还是要接受 要吃还是要接受 现在买如果你冰得好 你可以放到中秋烤肉啊 那你再赶在最后一千买 一定最贵啊 果菜摊贩 借者说售价跟去年中秋节 同期时间涨幅不多 但看看农产品市场交易价 前后两周比一比 中秋节几乎人人准备的蔬菜 包含玉米甜椒嚼白笋 这周售价都上涨 其中甜椒涨幅最大35% 而金针菇 新薄菇涨幅其次 香菇会比去年贵啊 前阵子太热的关系 会不好种 因为接近中秋节所以会更贵 民众会考虑看看 每年中秋节最热卖的一定是螃蟹 然后再就是相关的这个烤肉的东西 目前跟去年是差不多而已啊 物价都在涨 烤海鲜CP值可能比烤肉还要高 农委会强调中秋肉品冷藏冷冻肉多 备货购 售价影响低 其他涨幅都在合理范围内 越到中秋需求越来越高 业者提醒过两天菜价可能再涨 民众要提早采买备料 三地新闻周冠宇罗佩与台北